我叫杨东 如果能够拍一张 王定国心中的长城照片送给他 该是多么有意义 王定老常常跟我说 他看到长城内外的壮丽山河的景象时 耳畔总会想起中华联盟过后的国歌 我母亲就定了一个三不要原则 一不要国家的经费 二不要国家的编制 三不要国家的办公场所 如果在女儿病危的情况下 能够如此跟你不挣钱 反花钱的去跑一件事 你这个品格都搞善了 王定国王老找我 能不能来北京 到中国长城区会的筹备晚会来 参与长城区会的筹备工作 但我知道 就是这前辈的这份爱戴 对于我来说是命运改变的 使我跟长城完全地结合起来的 日本NRK现在要来中国拍长城 这个是无论如何 我不能让日本人拍摄咱们前途 我母亲十六岁参加革命 七十岁的时候去保护长城 八十岁她去保护文物 九十岁的时候她开始从走长城路 这一页我似乎找到了心中拍摄长城的方向 八十岁 flower rootот 华 Let the great wall 长城 长城 长征 用我们的血肉 注成新的城城